一位从西非玛丽飞往北非摩洛哥医院待产的多胞胎妈妈 她和医疗团队本来以为将接生七胞胎 但在剖腹产后她却产下了九个宝宝 让人又惊又醒 而且母子君安有望成为新的金氏世界记录保持人 来自西非国家玛丽的一名25岁年轻妈妈西塞 她在产检时发现怀了七胞胎 消息传出后引起当地关注 主治医生在三月时建议西塞去更好的医院生产 得到健全的照护 当地政府便在三月三十号 安排她飞往摩洛哥一家诊所待产 以接受良好的生产及护理服务 在五月四号 怀孕只有三十周的西塞进行了剖腹产 意外的是西塞产下的是九胞胎 比生产前超声波检测到的还多两胎 婴儿都状态稳定 母亲状况良好非常罕见 我们得来迷人200区 我们因此不绕口去重排 肩腰的 身体并且挽出实骰 身体并且酷虽 rę身体并且鼓口 正直是十分之用的 已只有九颗 我存在五颗 两颗 5区 4个 多胞胎的婴儿存活率通常较低 母亲也会因为身体承受过大的负担 而造成生命危险 摩洛哥诊所特地召集了数十位医生 及护理人员组成医疗小组 为西塞安胎及接生 1997年 世界首例全部存活的七胞胎 是在美国爱荷华州麦考伊夫妇 而今世世界纪录最多胞胎的保持人 是2009年透过人工受孕后 产下八胞胎的美国妇女苏里曼 这次西塞成功生下状况良好的九胞胎 有望成为新的今世世界纪录保持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banget